《金池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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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我是Jasper 讓哲學進入經營,建立企業成功基因 今天我們繼續談 《金池哲學》第32條 職員相見 我想職員相見一定是好的嗎? 其實這要看 每一個人的心態是怎麼樣 對方的心態是怎麼樣 我們 面對這樣的企業經營的時候 當然在組織裡面 會有所謂的老闆 有主管 不管是服務業,不管是製造業 當然我們有所謂的組織的倫理 但是 老闆不一定 做得都對 當然我覺得 以所謂的比例原則來說 領導者 或者是主管 應該講的都比一般的員工 都會來得對 但是不是百分之百對 今天要談的職員相見 其實就是 我們所有全體員工 必須要有這樣的思維 不對 就必須要提出來 而不要在背後來談 那就不叫所謂的職員相見 當然我覺得 時下的這些企業 大概百分之七十的企業裡面 都是這樣子 就是他是我老闆 他是我領導 沒辦法 如果他的長官 或者他的領導者 是比較開放的 他也許 就會讓自己的部署 清楚說 其實我也會犯錯 然後你們也要跟我講 但是我覺得 越高位者 是越不容易被人家挑戰 而且有時候一講 會更小當想起 我想這個是很容易的 那如果這個企業 他整個全部的組織 其實是很開放 那每一個人我想 應該就有這樣的心態 就是一個員工 就會直接說 老闆你不對喔 像我個人是這樣子 像有幾位新來的同事 他剛來的時候 第一天我都會講一下話 我都會說 希望你 這個只要覺得公司是不對 那你可能要跟你的老闆講 甚至跟我講 甚至跟執行長講 那他就會一臉茫然 他的茫然是說 那我要 我要用什麼角度去看 那我就會跟他講 作為人 何為正確 就是我們說的 這個哲學裡面的原理原則 倫理跟道德 如果偏差了 那你當然要講 但是很多的這個企業 並不是這樣子 所以 為什麼 企業裡面要有哲學 其實就是要規範 那因為你的規範 你的員工才知道說 不對就要提出來講 剛剛在最先前面就是說 職員相見 不一定都是對 但是就是在 那個組織 那個企業 那個工作團隊的氛圍 是不是大家心是一致的 思維是一致的 這樣子來談 這個職員相見 我覺得才會比較有意思 同時呢 也才會比較有力道 所以我想 很多時候我們 在探討所謂的 這個企業的這個經營理念 是不是一致 並非只有 老闆自己一個人 並非只有 這個企業的這個主管 而是全體員工 都必須要認同 這樣的經營的目標 理念 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的願景 是不是一樣 那如果說 大家都是相同 我想 在這裡面 進行各種 不一樣的交流也好 或是甚至 直接一點說是指證也好 其實都沒有問題 我是Joyce們 如果你覺得這個不錯 讓我們下回 繼續聊哲學吧